HELLO 大家好,我是KE 以上 今天我們回來玩大羅馬 試多一隻新遊戲給大家看看 暑假檔期,大家可以選擇的遊戲非常多 大羅馬,很明顯大家聽聽 這次的遊戲是以這個羅馬來做背景的遊戲 跟大家去試玩一下 這類型的遊戲,我想說這遊戲有一個特點 其實我覺得是幾方便大家去玩這個遊戲 我們再講解一下,說明大羅馬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背景 大家身處已經是一個羅馬時代的建築世界 大家看看兵種 兵種大部分都是不同類型的羅馬 即是中世紀時期會出現的士兵兵種 不同樣的樣子 剛才我還不是說這遊戲 如果大家玩開同類型的遊戲 或者是建築類型的遊戲 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但這遊戲是很貼心的去解決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類型的遊戲 大家就是要升自己的主城 升不同類型的兵營、軍團 你會看到主城,或者是外面有些資源田 不過,大家如果在大羅馬玩的時候 你會看到嗎? 在畫面中間一點點 右邊,我不知道是否知道 這裡附近的位置 這裡有個箭咀 你按開它之後 在大羅馬這個遊戲裡 你不用忘記起了兵營 忘記起了建築物 因為你看到這裡 你已經推開了這條巴巴出來之後 第一個是加建築工人兵 又加了多少個 第二個是你可以去起兵 第三個是建築項目 第四個是科技、知而此類 給你看一下 起兵進來之後 你選起兵 這個不是最特別 最特別是建築 如果大家玩開一些建築系的遊戲 你可能會有發覺一件事 就是你可能會在排程 你如何建建你的城堡裡的建築物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要找哪件建築物 去到多少層 又或者你要去找你的建築物 在哪裏 放在哪裏 會不會升流了東西 這裏 這個大羅馬 現在可以在這個建築列表 這裏按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所有建築物 而且去到多少層 然後按進來 它就會直接告訴你 你還有多少資源 你還有多少資源 你就可以升到這個東西 又或者下面 你看到嗎 這個建築我正在開設 如果你選好所有東西之後 基本上它會幫你去排程 去建築這個東西 當然它下面這個功能 就是短時間幫你做的 如果在新手階段 我覺得挺好用的 但是去到高手階段 你每次建築物 你都可能半個小時 幾個小時建築 就未必會用到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真的玩開 同類型的建設遊戲的話 你會發覺這個功能 其實真的 挺貼心 我覺得 因為我喜歡玩建築 和長時間玩的遊戲 另外就是建建一些 不同的研究學院 研究學院 這個遊戲 可以同一時間 你看到 當我在研究這件事 我同時間可以 排程了三個在上面 三個一起研究 排程其實是挺好用的 其實呢 不是爛 這個絕對不是爛 告訴大家 這個是真的方便 因為 真的 如果大家知道 這些起業的遊戲 其實真的是爭分奪秒 中間小感過一秒 其實真的很重要 因為剛才那個 就是我覺得 在遊戲中 我覺得是挺特別的 設計系統 另外 不如給大家常見 或者關心多些 就是 冰 有什麼冰種 因為剛才說過 它是大羅馬 全部都是羅馬 暫時會見到的兵種 建集騎兵 你看到 兵種有傷剋 騎兵就剋步兵 然後 步兵 就可以剋車兵 車兵就是攻城系武器 之後 這個弓箭手就剋騎兵 攻城系武器 就可以剋攻兵 你知道為什麼 攻城系武器 是剋攻兵 那些弓箭手 多數排好 站著 攻城系 打 砰 就死了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OK 總之大概是這樣 這個就是那個冰種傷剋 升到軍營越高 那些冰就越漂亮 很明顯就 我現在用 其實我開了 我都是開了 最前最前的冰 綠色 高級一點 越來越高級 精銳戰士 精銳鐵騎 精銳老手 再高級一點 高露射手 巨型煉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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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橙色 帝國戰車 和帝國射手 帝國騎士 和帝國衛士 這些就是不同的冰種 總之 其實這四隻冰 互相看一級一級 剋制 畢竟都是一隻 可以打架起乘的冰 起乘的部分 剛才我介紹了 它的獨特之處 就是這個遊戲 獨特之處 的起乘方法 當然 可以聊一下 打架 每個遊戲都是 打壓人家 都要穩一點 因為其實我發覺 我升升升升等級之後 我發覺原來我身邊的人 沒有升得那麼快 所以我很想去挑戰 你猜我可不可以 一等級無二 我們打高等級 十一等級 可不可以打得贏 偵測一下 它沒有守城士兵 大家記得 要設定你的守城士兵 奧隊的防守 其實我自己還沒有 設定守城士兵 守城不應該用投射車 看看 我有一些精銳士兵 先設定 先設定守城士兵 好 最大戰力 直接出征 先去打旁邊 還有這個遊戲 我現在講漏了一件事給大家聽 那大家 現在你沒看到 我可以去攻擊別人 其實它還有一個 類似 有點像副本 因為其實 大羅馬 這遊戲 它跟著有一些 羅馬時期的 一些戰役的戰場 那你當是副本 你可以進去打 但是 我們先打完人 稍後再帶大家 進去看看 那個 精戰 即是下面 你看到精戰 稍後再進去打那個 我現在趕過去打它 哇 打贏了 輕鬆 它完全沒有守城 我覺得 勝之不武 完全沒有守城 沒有得看背景 可以看到背景給大家看 好了 多了多了 3秒 2秒 1秒 到 先看看戰步 哎呀 都是沒有人守城 我這邊 附近的人 太低 我試不到給大家看 不過不要緊 因為其實 嘩 它被我打到整座 整座 陰功 它是不是太低了 被我打走了 整座 OK 那不要緊 還打算再打他幾次資源 因為其實 為什麼呢 我剛才說 你當兵種 為什麼會有些不同 再加上這樣打 我剛才說什麼 那我現在試給大家看 你見到 這個 在下面按 精戰 其實它是說 有第一章 第二章 即是不同章節 有不同的戰役 大家會見到的 即是第二章 我就是在打 日以萬衝突 它就是跟著 歷史的發展 有一場一場仗 這樣打上去 看看我現在打到 奔襲 襲 沒林 是不是這樣讀 好像是這樣讀 好啦 那你會見到 你選完這個關卡 之後你會見到 這些兵種 那你就要進去跟它打 那我先看看 這個 就是步兵 即是我要上下是戰 中間就是這個 步兵 這樣打 應該會比較好 所以我設定陣 OK 然後 之後就可以出戰 那你見到 他會有一個對打 那方先手 嘩 你看射下去 再秒 嘩 嘩 不過都OK 其實都不會 很難打 暫時來說 輕鬆性 其實這個就是 大家看看 剛剛那個 兵種雙刻的 道理 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因為其實 如果你去攻打別人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這個戰鬥 你可以看的 所以 為什麼剛才我告訴大家 你要設定自己部隊的防守 呢 不過我剛才 剛好 現在我身邊的所有人 都是 自己沒有設定 所以 其實我全部都是 直接攻進去 完全不會雙兵 攻進去 不過 可以 可以再看 前面再打 一些厲害 大家如果厲害 可以再跳 我不是害怕 你們 糟了 剛才 好像這條片 我要飛一飛才完 我發覺我每次拍完這類型的遊戲 大家都會看著我的座標在哪裡 然後飛過來打我 好 今天先介紹這個大羅馬 來到這裡 我飛一飛走 大家不要過來找我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